主委局长 官伟你好 来 主委局长 本席很少到贵委员会来 但是多半都是因为处理 选民服务案件发现的问题 目前本席接获检举 但是检举人 不止一个 他们都不愿意据名检举 因为试涉他们自己的工作 就是说 今年六月份以来 局里面有没有发现 证券市场上 违约交割的情形 有突然之间增加的趋势 本席所接获到的检举 是这样 本席希望说 会里面 局里面关注一下 违约交割出现一种 诈骗形式的违约交割 也就是在同一天里面 同时买进跟 卖出两个股票 或者同一个股票 那卖出的部分 卖出了之后 买进的部分 他却违约交割 不予交割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造成了 这个证券公司上面的 营业同仁 他们面对很大的风险 那证券公司的营业同仁 他们由于在同业之间 屡屡发现类似的这个手法 因此目前本席接获的陈情是 这些同业人员认为 这有可能是诈骗集团的诈骗行为 那但是因为证券营业同业人员 他们如果具名来检举这样的事件的话 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 所以他们不愿意具名影响 但是本席确实已经有一些个案 陈情到我这里来 不知道局里面有没有发现这种现象 诈骗的这个行为 已经渗透进入到这个市场吗 包吻这个教育所 最近是八九月份 是比较稍微有比平常多一点 但是好像从六月份开始 本席也掉了几月份的资料 那这个部分 教育所有交叉比对 所以有这种 刚刚委员讲那种弊端的话 目前他讲没有发现 目前是执政利利 甚至于几笔本席都知道 就是说至少已经有好几笔 是检举到我这里来 主委 谢谢管委提供给了这样的资讯 你可不可以把那些资讯 他们匿名没有关系给我 我们叫证券交易手机比对 可是哪一笔就知道营业员是谁 这一点当然我们会后可以处理 本席在这里希望 本席在这里希望会里面 注意这个问题好不好 如果刚刚局长也认为说 确实有增加的趋势吗 因为当然这个行情在大变动 也会有一点 不过您讲了这个现象的话 确实会值得重视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 确实他很容易就把钱套走 所以我们会一方面 我们会要求这些证件商这边的话 加强这个客户的增信 另一方面的话 他们也是怕被规则于说 你的增信不足 所以他们不敢去名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会加强来 事实还是很重要 我们很希望这种诈骗的集体性的行为 不要干扰我们这样一个交易市场 那虽然本席是外行 但是因为 那我另外请银行局好不好 那个局长请坐 银行局目前是这样 主委 也是服务案件非常的多 就是债务协商 那么目前我们因为金融重建 所以很多债务 他就可以转卖给资产管理公司 转卖给资产管理公司之后 资产管理公司要债的行径 当然都非常的强烈 也都非常的积极 那就会常常发生 累积10年20年的债务 那到资产管理公司来追讨的时候 追讨的那个总额 在过去的年度 还是用过去年度的利率下去计算 作为总额在追讨 所以我们常常接到的 这个债务来要求我们协助协商的债务 他们都必须还要为 过去所累积的债务负担9% 11% 还有高达13%的利息 本席认为这个问题 要透过法治的途径 或者是政策的指导 在这个部分 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做法 如果以你们的专业来讲 像这样的问题 你们会认为是以怎样的做法 还比较恰当呢 局长 局长我进回答 这种问题非常严重 非常的多 9% 11% 13%的利息在追讨他们的钱 报官委 他这个是银行把他的一个债权 就给移转到资产管理公司 对 那资产管理公司 其实都是打两则卖的比较多嘛 对对 可是他追讨的时候 全额追讨 用的利息还是9% 11% 13% 这个不符合公平正义 这个可以来跟他们来 要研究好不好 那另外 我们来检讨 对检讨一下 看如何透过政策面 或者是立法院来解决这个部分的问题 一定要让他符合公平正义 否则我们立法院修法的美意 整个金融重建的这个整个体制 最后是高度的去产生这一块暴力 这个是非常不公平不正义的一个市场 好不好 那最后一句话就好 那这当中有一些人 他呢 房子要被拍卖 但是他这个房子是他人生唯一的一个住所 他一被拍卖 他就要流离失所 这种情况 本席建议回去在跨部会里面研究 跟内政部研究 去创造一个 如果是住者有齐屋的考量之下 真正自行居住 而唯一的住屋要被拍卖的情况之下 我们给他两年的利息补贴 让他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等待整体的经济情况好转 看看他们有没有可能在两年的缓冲之中 可以保住自己的房子 这一点本席也希望你们跨部会去研究 虽然不一定社会福利不是你们的工作 但是毕竟也牵涉到银行的业务 好时间到 就这两件事 那个国务委员那个体验其实蛮好的 你可以决决议啦 可以决议到我们这边来都可以 我们的委员都不在了 不是不是 不是今天啦 就是说 我说审议算你可以 因为你们弄每个委员都可以